后来新闻一开始来关心 这条围着这个新港山家村的无名灌溉高纯 说这些刷头和十槽是借到整条水高滴满满 就算是好天也没法来排水 这路大后就会来饮水 因此都民众希望这些水里会可以到三天来清准 这条并连均等的水里灌溉高纯 团结极高的头刷和十槽已经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因为高纯没名字就没人要插 和农民非常无奈 高纯撞掉了水里现在都不来剪 没在收拾的时候都不来剪 没在收钱了 全部不来剪 整个草都撞掉了 因为水都没割 大家都是农民大家都在欢迎 以前有缺水做 以前有缺水做的 有缺水来清 现在没有 传流表现 以前有缺水做的时候 水里会工作宅人员 够付这清净 尽管没收水做之后 水里会就放在无缺 十万年之后 停止政府没有给我们叫水做 因为这条稿没有高名 水里就一直度外 不需要来给我们清净 我们希望水里要更进促 不然水里就是要为农民和务 我们希望农民和务 这个农民和务 这要来处理 农民可以帮助水里会 买管理的灌溉 白醉很多 但因为没收水做 加上高纯没名 就因为高纯不是水里会管的 这种公法 农民并没法接受 希望水里会可以分到 各国务照顾农民的理念 帮农民改革问题 大中华新闻 丹文青新港彩虹报道